HELLO 大家好,歡迎收看2月3日的司機金鐘直播 打一頭陣的仍然是浩德,不過有很多隊友在後面預備上來 遲了一點點,其實最壞的是我 不過我這一段時間講一些有質量的內容補數 先講2月1號,就是司機金最新的表現,去到180 這三天的時期都算是站穩的,可以逐度講一下 不過今天有個小題外話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立春,我們預備過年 大家就要開始迎接新一年,希望大家未來一年都開心 為什麼要講這件事呢?因為我今早批准了我女兒和兒子 都可以看看我即時的直播,他們現在正在看 我順便介紹一下,究竟立春和農曆年,大家知不知道有什麼分別 我今早專門幫我們研究一下,挺好 我知道我旁邊的Adam看著,你馬上說究竟什麼叫立春,什麼叫年初一 今年農曆年年初一,大家知道2月12日 但今天2月3日是立春,立春的意思是我們的節氣 即是春天已經開始了,但很多人和我一樣 做了幾十年人,都分不清楚什麼叫立春,什麼叫大年初一 如果今天我女兒程淺鵬和兒子在那裡聽,我很快說一次 立春就是我們24氣節,這個氣節就是春夏秋冬 其實就是根據陽力,即是太陽的位置來判斷 年初一,即是天干地支,我們平時的農曆 那個是根據月球來決定的 所以太陽和月球走的月子和軌跡就不一定重疊 所以我們會出現,為什麼有時年初一就比立春 有時的立春就比年初一 但你看得很投入,覺得很有趣 所以今年的立春是早於年初一 究竟年初一是怎樣定的 其實都是根據24指氣定的 就是根據每年的冬至之後,第二個數月 即是第二個月的開始頭一日,就是我們的農曆新年 這個應該常識會考的,現在小朋友很深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我研究完,發覺挺有趣 為什麼會有潤年呢?因為太陽和月亮的軌跡不同 我們每十九年好像有七個潤月左右 不過現在有興趣的大家看一看 不過我想說,這個也是題外話 就是抽少少時間和小朋友說話 但因為昨日做新城直播的時間 有一個朋友問,究竟應不應該提早收留 我每次有人問這個,我的想法其實是不應該的 因為司機今天都不收留 但實際上也是有原因,譬如說我之前在去年 即是兩個月之前,2020年12月的時間 有些人問是否應該收留 我說不應該 因為看回2019年其實也是這個 如果大家記得,我不收留原因 除了因為想賺錢之外 其實你看到,即使是2019年最後兩個禮拜 大家看圖好像很少 不過實際上是有2,000多點 由26,000點升到上去29,000點 12月最後兩個禮拜 所以去年我就叫大家不要收留 因為可能最後都會收留 結果看到12月的勢一收留 你追到追不及 所以前居可減 同樣地,再問回 農曆新年應不應該提早收留 尤其是國內有長假期 香港有長假期 你知道,我和大家講過 之前說排紅、大時代等等 如果再參考2015年的時間 都是這樣的 像不像這個圖 從2014年尾炒上去 這個港股,恒生指數 然後就沒什麼力 誰知道農曆回來之後 就爆升上去 一段時間 所以你問我 我覺得純粹因為這個 長假期或農曆價 這個單一因素去決定 將倉位過份調整 其實就是有一點不合理的 好了,都要多一點時間說 就是,美股呢 昨天連升兩天好一點 連大眾三個指數都變回正數 究竟這件事是否已經完結了 有些人會覺得希望是 因為你見回之前那些 Wall Street Black那些股票 當然以GameStop為首 那些似乎可以暫時 暫時這個亂象 就稍為冷卻一下 高位應該四百多元 你看這隻GME 挺厲害的 夾到基本上 它好像是佔羅蘿 世界股指數 差不多排第二 第一就是一隻Puck 我們都有 但這隻GME我們又沒有 我們是唐邊殼 賺錢又沒有關係 這下跌下去也不是很關係 不過這個熱潮冷卻了 會不會好一點呢 可能因為之前大家 上個禮拜都風升學累 很擔心 我都提過一些Degrossing 的情況 不過這情況又好一點 而最新的消息 就是他們好像 由這些GME轉陣 轉去玩生物科技相關的 大家又很拭目以待 會不會下一個浪會衝出來 說回 美股講完 就是因為之前上個禮拜 大家比較兵方慢的情況 隨著這些股票回落 大家就沒那麼害怕 大陸就連續幾天都開始好些 所以今天的A股 有圖有真相 有圖有真相 講回今早的CSI 今早都是粒粒的 不過就抽回上去 尤其是11點 11點抽回上去 不知道是否因為SHIBO 就11點鐘 拆息數字是11點出 通常是11點出 如果OverlineGest 之前我講過很驚恐 為何A股突然附進去 一月中 某程度就跟資金突然開始抽上去 有很大的關係 OverlineGest的波動比較大 如果你看看一個月的那些 或者一個星期 一個月 趨勢似乎是好一點 雖然大家每天都在看 放水做人 不過沒有辦法 因為影響力是太大 不過其實如果你說 阿爺今天是收水的 其實收回差不多八百億 不過整體來說 你見到資金成本 如果向下的 流動性好一點 某程度可以解釋一下 為何今天的A股好 這兩件事如果是同時發生 沒有一個Leading Indications的作用 看著Shiba可以變成港股佬 可以解釋今天市場發生什麼事 但是前瞻性不足 不過我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假設這個趨勢能夠維持 流動性繼續好一點 然後息低一點 股市會好一點 不過就是鬥股 問題就是 現在大家要處理 究竟六年之後 回來究竟是繼續放水還是收水 究竟有沒有一些領先的指標 有些Leading Indicator才有用 我都去不齒下文 問一下行家前輩 我發覺原來大家都很努力發掘這件事 如果有機會發現到 我就發達了 不過暫時還沒有 至少你見到A股 因為是這件事 我覺得令到行程都好一點 我們本身都說今年是看得比較好的 所以這些隨著市好 我覺得開心加快一點 大家見到 有些朋友都記得我 不是我講 阿桑講 其實我也有講 不過不要緊 阿桑講的就是我講 其實我抄他 有些同事可以抄也好 信封都好像好一點 連隻明德時代 看圖 大家喜歡看圖 這些都好一點 不過他又有些好新聞 產能又開始加上 Anyway 我覺得這段時間 大家 美股的大家繼續跟ARK 是嗎 挺厲害的 這段時間 什麼都回來了 除了他之外 是嗎 ARKK無敵 我都覺得是 其實我也有 所以我也不介意 別人做得好過自己 就跟著別人 港股 港股可能是跟著House 其實那天有隻2186 我見很多人都很興趣知道 今天又有單 又有單 差不多是Size 六頁2186 就是200多億 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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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給Kelvin和大家更新更新 究竟發生什麼事 另外一個 Song也很勤力 就跟我說剛剛Barbara出業績 雖然Barbara出業績 大家一定有看的 不過他都好好地跟大家說一下 究竟他怎樣看 或者什麼重點要說一下 我將時間交給Kelvin和Song 其實他出業績之前 很多大行都分別有講佈 EPA 其實當中我看過Morgan 尤其是Morgan 他們就在他出之前 就提升了他的Target Price 但是最主要就是ヒルム 在社區斷鈕,一些新的零售業務上,可能就會加大,所以從而令到模擬就會有一個下跌 不論是年代代代也好,但出來之後,其實這個結果,從業務和財務去理解分析的話 其實狀況不是說真的非常差,反而市場比較擔心的,可能會是短期的運觀環境 去影響,所以撇除這個因素,看一看整體狀況 其實整體狀況,你會見到那個revenue,大概在下跌了一點點 你看到如果摩根的話,其實摩根出之前是調低了revenue growth 特別是在一些新興建立委員會,其實也有調低,或者在其他方面 但是整體上,你會見到在它最主要的零售業務上,其實都是跌了 尤其是在EonEar也好,你會見到是對比自己第三季度,就是上一年第三季度 它的EonEar也是比它做得更加好,另外一個,我不再詳細去逐個說 我講一些比較特別一點,尤其在margin上面,大家有留意的就是 它那個cloud computing是轉回正數,但是你看到Morgan的esimate大概是負的情況 但是因為之前在上個quarter的時候,Management也有說到 其實接下來已經會逐步去轉回正數,這個位置也是給大家一個 少許的驚喜,你看到margin也是轉回0% 但是好過是有腐鬆的情況,另一件事比較特別就是 所以是Kingsoft Cloud,即是cloud是怎樣的 不過其實之前已經說了很久,cloud開始慢慢有錢賺 Baba,因為它是最大的優勢,在國內,尤其是 另外有一個最值得提的就是GNV,Wall's Merchandise Value 稍後會講一講,很多人會擔心的就是它那個會刀天花板的問題 但是其實你看到year-on-year,如果計算year-on-year同比的話 你看到其實是首先比了Morgan的esimate 16% 另外就是你見到由1st quarter,2nd quarter來說 是比上一個季度上升了1%又多了 increasing in a increasing rate 是的,所以在這個位置大家要留意,因為它在10月到12月中間的雙十一 尤其是雙十一的現場,再加上淘寶的特價板 現在的anyl active customer,即是每年的活躍買家 每月的顧客,或者是每月活躍用戶,其實都已經超過了1億 在我上個quarter說的時候,好像是只有7000多、8000多萬 現在就升了2000多萬,所以這個位置都要值得留意一下 反而我想講的是兩個最主要的重點 第一個重點就是它核心電商的情況 核心電商,其實管理層在昨天的call也有說 其實它現在的政策,即是它們的策略就不是說真的跟著它們競爭對手走的 就好像拼多多、京東那些,就一直要瘋狂去attray這些流量 就是用戶為主,但是反而現在的iBaba就偏向一些穩打穩摘的 我需要的就是你用戶的黏性,或者是中間的複購率,和當中的Apple 其實我也有看過它的Apple,其實在第三季度的時候 它的call其實都已經是有重複的提到,它希望接下來做到的 就是希望可以將它提升和用戶之間的互動量 從而是在它原本已經存在的客戶上去帶出一個比較大的價值 其實這裏已經出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效果出來 其實它的Apple是去到130日,但是你見到其實是... 這個是130日很低,因為它那個... 這個是美金嗎? 不是,因為這個只是China Retail Marketplace的referning 是的,所以你見到的話就是它那個... 由它第一季度2019年到現在,大概兩年的時候 你見到其實已經算是佔最高 所以其實意味著它在中間做了幾件事,開始是有成效的 第一件事就是它的品牌電商 因為它現在開始主打的可能是一些中高端的牌子 尤其是在TMO或者淘寶上面 例如做一些Cosmetic 去吸引到一些比較年輕化的女士 或者是媽媽去買的 所以這個是其一 另一件事其實大家要留意就是它那個... App的upgrade 尤其是在它12月初的時候 其實它就upgrade了... 在淘寶上面加了兩個功能 另一個功能就是它那個叫做訂閱的按鈕 還有它有一個叫框框的按鈕 我覺得那個框框的按鈕我覺得很特別 就是它那個好像是微信的朋友圈 如果大家有用淘寶的話 其實Dwon的淘寶就是可能你去買東西 然後你可能就在它的comment那裏 然後就寫照片 就告訴大家我買了這個東西 但是現在呢 就有個朋友圈 你可以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買了這個東西 然後大家在中間上面做一個交流 那這個東西其實也是可以吸引到其他人 看到你的product 然後就去回它的link那裏 然後做一個買賣這樣 所以這個其實是做一個內容化 或者是社交化 這個就是核心電商最值得留意的位置 我明白了,這個Apple不是每個客人平均的消費 是每個客戴內Barbara的生意 因為一個我記得淘寶平均是幾千元 那裏的生意 但是大陸的那份量就是因為它要交成那個take away 另外就是要提到的就是它那個新零售上面 因為其實管理層也有提過的就是原本它們主打的就是一些跨城市的delivery 現在就開始做一些叫同城零售 或者是最新的社區團購 另外就是它之前在去年年初的時候就收獲了這個高音零售 最主要就是做一些offline 就是線下的一些大型的超市 現在就是希望將它那個線下的大型超市 收購回來 然後是跟一些線上的 可能Tmall的supermarket也好 例如淘寶或者淘寶買菜去做一個引流 做一個traffic 這個就和一個在它供應鏈上面也有一個配套 其實它的情況就好像我之前說的京東道家 就是達達的情況 又是做一些我們叫offline to online的integration O2O的事情 那為什麼它們最主要focus在新零售呢 其實就跟那個社區團購的那個模式其實很像 最主要就是希望將它那個低頻買東西的情況變回高頻 那這個是很主要的一個原因 那這個就是你用淘寶可能你不會每天都用的 你只是買衣服你每天都會長距去買 但是一些剛性需求 剛性? 剛性? 剛性需求 可能你買菜,你買飲品 這些你可能就會每天都用到 所以就希望可以令到那個頻率變得更加密 那另外就是由剛才提到的intercity 變回一些可能社區團購的sell pick up 自己去店裡拿 還有做一個我們叫on demand delivery 就是送到你家裡 那這個就是它們最主要的運作模式 現在不在未來一至三年的情況 另外就有提到的就是因為我第三季度的時候 新額那個情況帶來的協同效應不明顯 最主要就是如果看回 它那個新額帶出來佔它整體公司的GNV 是不到5%的 那公司其實都有提到 或者它的公告 業績那個公告出來 它都有說說現在就佔了新額買的情況 佔了GNV的多於25% 所以在這裏你看到新零售的情況 已經可以帶到正面的效果出來 另外我看到網上的人就會說 有兩個比較大的問題 一個問題就是可能在直播電箱上面 會不會快手或者抖音上面 會有一個很大的壓力給淘寶直播 其實它們的中間其實不是很大的overlap 為什麼這麼說呢 就是如果看回淘寶直播電箱 是佔它整體GNV不到10% 意味著其實就是所有的GNV大部分 九成幾都是在TMO或者在淘寶上面 引流回來的 而不是它的直播 再加上淘寶的直播是一個額外的銷售場景 它只是一個輔助的形式帶動你去淘寶或TMO買東西 而不是像快手抖音一樣 這個是正常最主要的一個銷售場景 與阿里巴巴有一個不同的分別 另一件事要提到的就是它的天花板 之前有提到的就是拼多了它的GNV很厲害 快要追上或者是怎樣怎樣 這裡可以提到最特別的就是 你看到它的Active Fire Addition Quarter on Quarter 其實在這麼多季度裡面是加得最快的 反而已經是用了數字去引證給你看 那是跟淘寶特交板有關係嗎 淘寶特交板已經是加上了 所以大家就要留意這件事 說就說好像已經最近了 但實際上它內部自己做的事情 都已經是開始看到有成效 所以總結來說 它的業務基本上其實不是非常差 尤其是在核心點上的情況 同床間已經說了兩句 我沒有準備的給阿桑 但我立即問他 因為他都有一些inside說 那維品會呢 摩根就做了一個upgrade 你見昨天的維品會也升了六七隻 京東也同時間一齊升了 其實它最主要就做了一個doubleupgrade 最主要就在Q4出來的result 是非常之厲害 尤其是在Q3已經是厲害的 人們就說會不會是因為它的margin 做的promotion 好像拼多多那樣 瘋狂消錢會影響到 但是出來的result 就不是說真的非常之差 在Q3上面 Q4上面一樣 尤其是新十一情況大貨 因為我沒有準備 所以我看回它的retail sales 因為大家知道維品會VIP 是主要做一些珠寶為主 我看回它的retail sales 由10月到12月 我可以遲些拿出來 其實它的year on year growth是持續上升的 意味著對於珠寶上的DMine 其實也是非常之高 直接是帶動到維品會的平台上面 所以都會 之後講個專題 幫大家介紹一下VIP 我試一試你 真厲害了 不用專門寫這麼多稿 馬上講一些我們要分析過的事情 搞定了 不過不錯的 時間關係可以踢Sawn 先講開一點 我要交場給Kelvin 我現在試到同事 我沒有實力 問一問都答到 Kelvin說什麼 說InnoCare OK 大家好 昨天出了一個公告 就是Hillhouse 發信告給Hillhouse 配售 其實它配售之後 已經會拿著13% 這個InnoCare的公司 其實這個比例跟Hillhouse 拿這個白仔 是一樣的 所以它現在就做大股東 那北京應該是第二大股東 這幾年內 其實都是這四間公司 在全球那裡 都是這四間公司 我會買這隻藥 那這隻藥 那這隻藥是做什麼 就是買這個琳巴柳 那我 其實本身就是 Johnson & Johnson那隻藥先 已經出了幾年了 那 上年有一個很大的catalyst 就是 第一就是那個EVO 這個BTK入了EVO 然後白仔和那間EVO 就是2017年在大陸都入了的EVO 就有點降價 那 之後就是 就是 北京就批了那兩個實驗證 其實InnoCare 這裡看到 它去年12月尾的時候都批了 所以就是 現在呢 在大陸 其實應該有三間公司 在賣BTK的藥 那主要是做這個 這個肚膜細胞淋巴瘤 和這個 這個 這個 慢性淋巴細胞白血病 那 主要這兩個實驗 都是比較大的 如果我們看回 看回InnoCare的報告 那 就 然後 回到 這裡會看到 就是 剛才說的 這兩個實驗證 都是說 是 這個 這個 是 這個 如果在大陸的話 說這個 非貨基金 淋巴瘤的 類型 其實這個 MCL 和CL 都說佔幾萬人 那為什麼幾萬人呢 大家會這麼關注這間公司 其實 因為 這個藥 比起 PD-1 那些藥 售價 都差很遠 因為 如果說這個藥 其實一年 那個費用 在外國 是十幾萬的美金 但如果在大陸來說 因為他入了醫保 現在降價的程度 降至二十幾萬人民幣 這裏看到他有說 所以就是 北京其實有說 上年6月的時候 每一盒賣一萬多元人民幣 一個月應該大概用兩盒 所以加起來就是二十幾萬人民幣 PD-1是幾萬人民幣 PD-1在說之前 醫保是三千元一個注射 全年的費用是五萬至七萬人民幣 所以就是 都幾貴 這個 那 然後 所以 因為他剛剛入了醫保 所以二十幾萬 可能都會有下調的空間 暫時 暫時未知道那個降幅有多少 但是 現在的形勢就是 醫保看來 就是Johnson & Johnson那隻的BTK 再加上 八隻那隻都入了醫保 但是 其實 樂成建華這間是未入醫保 不過 他通常這些做法 會做一些贈約的方案 然後 嘗試把價錢調回醫保的價格 然後去賣 另外 他也很大機會 今年會談醫保 通常怎樣談 就是 六、七月那些事後 開始談 情況應該就好像去年 所以 他會說 這間公司 可以說 可能是 延遲了 少許 比其他兩個 competitors 不過你看到 剛剛說過 這裡四間 下面那些 其實全部都還沒有 可以 所以 如果你說 Johnson & Johnson這隻 這隻 醫保看來 他的專利 去到二零二六年 十二月尾 就過期了 因為這隻不是一隻生物藥 而是一隻化學藥 所以他很快會出一些 一些仿製 出來 所以 接下來 會在二六年之後 那個競爭就會越來越大 以及會有一些降級的風險 所以就是 整體來說 就是 駱成劍華唯一一個特別之處 就是他現在只有二百多億 所以 還要是 Hill House 未進入之前 還要低過二百多億 所以 看到 會不會是 有個上升的空間 在這方面 因為 白制現在都要二千多億 所以 我們都會很關注這間公司 所以 所以 update 主要是這樣 唯一 最大的分別就是 駱成劍華的規模 真的小很多 你那個商業團隊 跟白制來說 因為白制 其實他的 這個btk約 在外國那裏 都批了 在美國那裏 FBA過了 加拿大那些 都交了表 在不同的行程上 所以 就是有這個分別 但是 如果是要佈出這個賽道 我們可能 都有機會考慮這間公司 好 多謝Kelvin 那些同事說的 我有時候都是和大家一起聽 這麼專門的事情 好 好 直接跳虛我們的Q&A 因為30分鐘 好 剛剛見到一個朋友問的 看看先 就問一下 昨天有和大家說 陳智輝教授的錄音 昨晚錄了6到9點 所以你說我是不是 阿朗 一定投訴 問我什麼時候可以聽 這個節目 就是管理新思維 就是我昨晚錄了 2月2號 7至9 真的 聽說挺好的 情人節 2月14號 我還很浪漫 大家到時候聽一下 我也叫我老婆聽一下 所以是在中間的中間有些事情 陳智輝教授就是 大家知道 中透商學院 也是陳吉日夫書宇的院長 蘇俊有同學 所以昨晚和朋友聊天 都挺開心的 但大家放心 裏面整個節目裏面 都不是講股票 講些什麼 劇透給大家看 講什麼 基金經理的社會價值 講一下很多關於我自己的事情 管理上的事情 為什麼 當年怎麼進去為你基金 臨走之前 究竟謝山跟我說過什麼 自己走出來做過什麼 為什麼要做PICCUS 為什麼有私基金 為什麼我相信有自己的同事團隊 究竟有什麼幫助等等 很有趣的 和我平時大家聽的 浩德講投資或是講私基金 Perspective不同 大家有興趣可以聽一下 講多一次 2月14號下午2點至4點 不過應該是有得聽重播 之後他們會上去香港電台 是香港電台的節目 管理新思維 我不要去了新城 所以新城財經台我經常講 不過這個是陳哲畢教授 做了很多年了 這個節目好像做了十幾年 所以我竟然有幸上去做嘉賓 都挺開心 說真的 他是我的老師 OK 講到這些題外話 不過大家支持一下我 我也講得很開心 先回答這個 我們C基金YouTube的留言 我們昨天回答到哪裏呢 這裏我記得了 好 接著問 有什麼方法可以買寧德時代 或者相關的股票 寧德時代好像一般省戶朋友 不能在湖廣通買的 所以我都不知道 不過有些其他人回答 說可以 不知道是不是 這裏我沒有求證過 所以我都不認識 245是否那支ETF 我見很多人都問 特別昨晚 我一個好朋友 Terry 他是運動服裝專家 因為他是前某大 Sportswear公司的高層 他都問我究竟245好不好 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 就是因為買不到想買的東西 或者不懂得選擇 我覺得都可以的 例如說寧德時代 他都拿著8% 你去考慮一下 BYD我也有 我沒有 不過這間公司也不差 這間公司好像還拿著2 是不是C摩爾 大家知不知道 OK 接著1772 這是A股 這些都是整個DV產業 所以他的表現都不差 雖然他就不夠寧德時代那麼厲害 是不是 我沒有說錯 試一試 我也很怕說錯話 立即按一下 300750 300750 OK 我沒有買那隻285 不過大家買不到300750 是否是一個好的方法 家裡都差不多 OK 希望可以幫到你 好 接著 Traderless 又問了 都要問那隻2186 昨天都不問 問他有沒有一些 暗創報告 明天福利 你真厲害了 Traderless Kelvin立即衝出來 好 我明天福利 不過他也有很多事做 所以他 給他一點時間 我也想知道 你問得很好 你都頗有看法 我不重複 大家有興趣 在留言看 Traderless 都頗有 insight 我都頗喜歡看他寫的東西 接著是Optimistic Positively 這也是經常性留言的好朋友 關於中緣 到01888 星期日上了 那就好 接著 關於Rental Agreement 2021年至2025年 會跌 所以上海機場就收少30億 對 這裡有40多億 跌到10多億 Why was the rent pay debt affected before the agreement taking effect from 不是 那個Agreement應該是2020年3月開始 所以不是回頭算 其實是2020年3月 我都知道 San確認我 可以分析一下錄頁 一次個答案 2269 守得住配股價 是不是真的強勢 他一向都守得住配股價 因為我經常說了很多次 還是一隻S-blade 還是上升週期的S-blade 武漢肺炎 C基金搞歧視 什麼來的 我在說蘋果日報那篇文章 那篇文章不是我寫的 OK 好 回到YoutubeLive的問題 OK OK 這個默默默 我在這裡說關於這件事 OK 先回答一些具體的問題 每天都是順序問 按下現金水平 都幾個% 2269有沒有拿到配售 我們拿了很多 我們都有價錢 換個文化 269解錄一個月的配股又升 前幾天又不差 另外另一隻CIO 另一隻CIO 就來IPO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跟269的分別 差不多時候就說說 好 我想問關於阿里巴巴巴業績 公共業績有沒有提及 螞蟻金服帶來多少 他現在是沒有擴縮的 所以是不會 螞蟻金服就沒有擴縮 螞蟻金服帶來的大灣區部門 加大投入 習主席說要開發大灣區 大家也投入一下 看看是否貴變 原來他的問題是 如果每鋒主席以前都是AIA 那是否應該 每鋒對於中國走出去有幫助 但問題就是 每鋒暫時都是 英國的管轄範圍多些 多過中國 看看會不會拆遷回香港 如果拆遷回香港 可能股價爆升 但現在他還是看英國多些 浩德你好 請問有沒有研究平安好醫生的業績 是有的 今天他出現業績就升了一點 又不算很特別 因為我們跟了很多股票 沒有什麼特別 也沒有特別說 抽不到2160 如果爆升可以拼下2500跟炒 2160是否就是未闖心痛 我也是 第一法則理論 第一原則 你覺得哪一好就買哪一隻 有沒有炒價 不過2500也不是很差的 2269倍股為何沒有顯示出來 這麼技術的問題 會不會今天上版嗎 是否會不會有新的 新的股票 是否新的股票 是否新的股票 新的股票 會上版 我也不知道 真的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不過對我來說 我覺得不太大意義 大家都知道做了配股 是否會不會有新的股票 是否代表在場外被人接收 也不會 正常不會 不知道是否有些技術問題 我也不會回答你 好 3898 中車時代 有IGBT和Silicon Carbide賣點 我們之前說過 不過真的很小 我們有沒有留意 有留意一下 不過剪比刀真的挺小 上一集找過Ian 你講過一下 可以找回 我以前有一個新聞 是 新大新聞 剛剛出了公告 我看到有留言 有人提出 所以可能拿出來說 他應該批了一線肺癌症 是大家等了很久的大消息 是好消息 好消息 你不要說起雞皮 然後人們不知道想怎樣 好消息 可以了 一線肺癌 現在和行緒看齊 都是有肺癌的肺癌 update就是這樣 看看是否真的會升 多謝你 還有一分鐘 好 接著 看到Morgan加了比亞迪的淡倉 是不是短數會偏淡 又不是 我實在說 如果你單單留意 通常有什麼公司 淡倉會多 就是強勢的公司 所以好友 有些人看得好 有些淡友就出來對撼 那是不是一定會開始看淡 我們先按一隻Innovine出來看看 Kelvin說得對不對 我們先看一看 順達新聞 先看一看 銀值得買 未有 想入中國中面 連星幾日 怕見頂 怎麼看 但是 不懂得猜 你叫我分析公司好不好 我當然會分析 股價明天怎樣走 我又怎會知道 所以說真的 如果這麼容易猜到 短期的股價怎樣走 就不用做這麼多分析 不過我也有價 但是我還是要解釋一下 我一直有課上去 當然簡單一點 好 寧德時代有股份解禁 有沒有看法 不理會照升 雷射有沒有新看法 數碼銀行短期消息期待一下 新加坡那個就沒有了 可以繼續做 有些Fintech的 不錯 不過來來去都是這個位 2.7元 2.7元 但2.7元 他自己也買回來 還想怎樣 不行了 我要落盤了 我不跟大家說了 今天短一點 40分鐘 剛剛回答你 我回答了幾個問題 因為都要做事 101剛剛回答了 股價升了2元 騰訊抖英互相傷害事件 有什麼特別看法 沒有特別看法 中國平安爆雷華客幸福 他拿著華客幸福25% 對平安影響大不大 直接影響不大 他實在太大 單一事件 暫時我覺得是 不過究竟他可以怎樣 他發展都停一停 例如現在Fintech的國內又停一停 不過我對平保又不是特別有很深入的分析 所以這個我不扮專家 OK ARKQ昨天沽比亞迪 這麼壞 比亞迪 不動 不過也260多元 我聽Carvin說 ARK喜歡沽強股買弱股 可能是 什麼時候聽陳志輝教授訪問 剛才回答你 2月14日非常浪漫 下午2時至4時 問一下上海機場拆得這麼厲害 發生什麼事 有沒有投資價值 你有沒有聽我們說中面 你知道中面為何升 就知道上海機場跌了 因為30億由上海機場搬到中面 這是什麼 關於新城的登記 應該今天有 你知道大家 我昨天星期二去新城 下午做主持 我昨天已經和朱子超 即他們新城財經台主持 以及高層 反映了我的朋友 觀眾等了很久 你們要做 2011年的展望部署 還會再說 是呀 有一天沒話說 有話說 還沒說完 好 我記得 富途和Tiger 老虎政經 怎麼多久 平台和受眾都不同 不過不要緊 總之中國、香港、ADR都會上升 988 剛才阿桑回答了 請問C基金就行指檢討 做部署嗎 會不會加京東 其實我不知道 我知道有些行家很喜歡 那些index怎麼轉的時候 部署定 但是我自己就 這些技術因秀 然後就在我買賣考慮中 可能佔 就是考慮只佔三成 七成都是看回我覺得 那間公司本身是怎樣 即是你覺得是 即是你覺得是 即是 即是 該怎麼說呢 這個是一個beauty contest 是一個選美比賽 你猜一下別人怎麼猜 那 除非你有一個很 很有insight的東西 如果不大家都是 猜猜一下 我自己沒有什麼特別的 是關於這件事 你見我都很會特別說 說些index inclusions 哪些要踢走等等 如果大家想知道的話 我可以分析一下給大家 其實都不用自己分析 其實大行都寫光 究竟哪些股票 Wating Diquidity Size 購入 諸如此類 不用我研發 大多人做 不過你問我是不是很容易賺到錢 我覺得都不是 有人問我 下次再說一下 不過不需要原創 因為我都是說這些資訊 所有人都知道 所有人都明白的東西 其實賺到錢的機會不大 我自己有這樣的想法 所以又不是花很多時間看 有些人打賞我們 有段時間沒有人打賞我們 不過我說清楚 打賞了也不會專門答團問題 比較公道 不過你打賞我們 我們都代表我們C基金團隊的下午茶餐 真多謝你 過了一年大陸資金會不會散水 股票壓力大不大 如果散水當然是壓力大 問題是怎樣估計 我覺得又不是很差 散水兩個原因 要是經濟很差 要是有些系統性風險 要是阿爺收水 我覺得最看不通 當然阿爺是否會收水 我覺得就沒有 至少這幾天可以放回一些 不過都好錯的 可以收了兩個禮拜 但這兩三天又放回 短炒的就跟著炒 但我自己的方向 都覺得阿爺是沒有收水的急切性的 我們有拿著 Ada說過 開始對看好一點 好像Ada是上個禮拜才說 免得在這裡重複 17536 同意 不好意思 我又不想重複 Ada上個禮拜說過 iClick 寶磚、對峰、對峰 都是那一堆 都說過 怎樣比較 有些特別更新的 有些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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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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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有 如果大調整 收息股 大調整的時候 收息股都會跌 不要以為那些不跌 你問我跌市的時間 最好的方法是甚麼 就是沽了一些東西 所以你聽到 我上個禮拜說過的 有些更新的 之前提及過是大牛市 我覺得是 第一季會強勁 第二季會回 我覺得會回一點 但全年我都大牛市 我覺得會回 現在有沒有改變 我希望整件事 就是發生在過去的星期 我打算回一回 原來上個禮拜回了 希望是 這只是一個 某科學化的估算 所以不要太過認真 不過有 我經常跟同事說 有很多金句 你不需要太過科學化 不過你要有些系統化 那件事是藝科學 也不要緊 不過有個盤算 269配股 有甚麼看法 新股 我覺得已經預算了 不過上一次是舊股 又快點 新股 所以大家好像很喜歡問 但我覺得是 你買得住 你買得住 他拿著一隻股 他也預算了 仍然看好內地券商股 我不是看好 我是投機 A股好回來 好嗎 我會再好 所以想等第二季機會 還是現在就入場認購呢 我只是說 這個我很難給你意見 我又重新說 這麼老土話 我打開門口做生意 當然是希望客人馬上付錢 不過我覺得 上個禮拜也有人問我 太挫的時間 我都要看一看 我自己的倉位 都是向下調整 我沒有理由叫別人衝進來 這幾天 大家都知道我倉位是加回的 現在九成幾 所以你問我是不是一個好的機會 如果不是一個好的機會 我就不會加倉 我只是這樣回答 你問我 好得會不會 好得你說第一季好 第二季會回 不如現在清掉倉 等第二季私基金重新入市 我都不是這樣做 我現實一點 就可以這樣回答 OK 不要緊 回答開回答壞 我的同事 找了回答停 不停 回答多少 省戶想做對沖 買一些反向ETF 有什麼看法 最主要看得準的市 你看得準的市 你估期指又可以 或者買一些Inverse ETF 不是特別按7522和7500 7522是什麼 南方 這就是 Tryline AMC 我不是很高別的ETF 因為我每個人都認識 我免得得罪人 不過對沖 買一些反向的都可以 是 司機金有沒有聯絡 留意iClick 有iClick和寶磚 有些新聞 有個朋友 有些真論 可能是關於如何稱呼肺炎 我明白 不過不用太過... 我們也要說股票 不需要爭拗 不過你問我 我也是說新冠肺炎 放心 家裡物流過頂 有沒有家倉 是沒有的 謝謝 原來有人打上我們 很感謝你們 不要挪氣 我們開開心心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有些事情 只有吵架 都沒有什麼 對世界沒有什麼幫助 我們不如說一些正經的事情 Alfred潘說 內地拆息回落了一些 年近歲晚的要錢 是好些 新年之後 資金會不會好些 希望是 沒有 大家都是猜的 我想說 所以我一開始說 除了真的要看著每一個變化 有沒有一些 leading indicator 如果找到我就發了 我也找到一些高手問一下 如果有到一些新的啟發 我再說 不然我和大家一樣 都是一直觀察 一直做人 望天打掛 最好一個天文台 我會說下星期下不下雨 但天文台也說不到那麼遠 好厲害 我們可以回答完 怎樣看1137 好像搞的士預遊 就算是否回答了 1337 在說王維基 大家都是覺得香港的電商 不過香港的電商是否分析得好 當然沒有美國大陸分析得那麼成熟 不過疫情也對他好些 不過他也是一個很肯創新的 我也很欣賞他 還有我想說 他也是我師兄 2500上緊 是不是Calvin加緊倉 當然不是 因為我霸佔了 遲些我想我還是要轉一轉 一邊做直播 又可以不會妨礙我 落盤也是好的 時間差不多了 都說了一個小時 都算是有些交代 好 因為我肚餓了 都要開始做一些正經事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今天時間差不多 不過不要緊 因為C基金每天都會陪著大家 記住大家 繼續支持我們 給我們一些意見 也可以記住 多點朋友訂閱我們的頻道 因為我最新的頻道 暫時的人數是7000多 都很開心 每天都有幾千人看 希望有一個雪球的效應 可能你在看 可能你身邊的朋友 都可以跟你一起看 聽一下好得說 說得對就讚一下 說得不對都告訴我 我們可以改善一下 明天再見 拜拜